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经中的九大天机 比风水定律厉害百倍 看懂的人必定很有福气 一起来听 一经六十四卦代表人生六十四个大的情境 美瓜六瑶代表所处的不同位置 美瑶有吉凶毁令的叛子 但只有修养道德 端正位置 承担使命方可屈及避凶 得不配位必有栽殃 如何修得 一经中有 吕迁复衡 损益困境 训九卦 被称为九大修德之卦 沿袭其中的道理并在日常生活应用 便能逢凶化吉 使自己的人生道路变得更加功能顺畅 一 吕 依礼而行 无往不利 虚卦传说 吕者 吕也 吕就是吕 是人们立身处事的社会准则 吕卦吞词说 吕虎尾 不迭人 哼 紧随老虎尾巴走路 世人世间最凶险的事情 但依礼而行 老虎也不会咬你 保你哼通无事 孔子说 非礼无听 非礼无事 非礼无言 非礼无动 又说 不知礼无以利 一个人的言行以礼为准生 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二 谦 谦谦君子 卑以字幕 谦卦卦词说 谦 亨 君子有忠 谦卦是一经忠 唯独一个下三摇皆吉 上三摇皆利的卦 就卦词来看 谦则亨 不必有别的条件 而且只有君子 能够终生坚持谦德 这也是六十四卦中唯一一个六摇不适及就是利的卦 俗话说 满朝损 谦受益 只有保持谦卑 才会保持不断进步的动力 个人的生命才可以日益丰满 谦卦 谦子说 天地鬼神都讨厌盈满 而喜欢谦逊 旧人的情感而言 也是普遍厌恶 妄自尊大者 而喜欢卑以字幕的君子 日中则则 月盈则亏 盈满者得祸 千损者得福 谦卑貌似弱势 势则强大 谦卑的力量最不可以逾越 这也是君子人格魅力的终极所在 三 复卦 谦乘改过 磨练新性 波及而复 虚卦传说 物不可以中进 剥取荣上 反下 故受之以赴 阴阳消长是自然的规律 阴可以剥阳 但是不可以剥进 剥至极处 阳就要从上反下复生了 人总有倒霉的时候 但倒霉到极点 转机就出现了 这告诉我们 在任何困难的时候 都不能丧失信心 更不能自暴自弃 千善改过 修阳品德 磨练技能 提升智慧 时机一到就会一阳来复 实现转折 四 横 持守正道 与时变化 横卦团字说 日月得天 而能久诏 四时变化 而能久成 圣人久于其道 而天下化成 横 就是持正不移 但又随时变化 一个人生病了 如果不坚持吃药 再好的医生也没办法 但药量 药品 会随病情的变化 而有增减调换 做事也是如此 持守正道 阴雾迁移 与时变化才会嗜碎人安 五 笋 未到日笋 天下为功 笋卦团词 笋下意上 其道上行 笋而有福 无疾无救 笋刚一柔有时 笋意淫须 与时皆行 笋卦的卦象是笋下意上之相 但下受笋 上也受笋 损下意上的结果并非下损而上意 而是下损 上也损 就像过分的科学杂税 百姓受损 政府的信誉也受损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在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农贤的时候挖运河 修道路 反而损之有益 其中的关键就是君子减损 个人的贪欲 扩然大功 受到众人的信任又能把握时机 虽然有损他人短期利益 而有益于长远 也是可以的 六 益 损上意下 雪中送炭 益卦团词说 损上意下 民说无疆 自上下下 其道大光 凡以之道 与时皆行 损卦是损下意上 结果上下皆损 益卦是损上意下 故民众快乐无边 为人之道 能够适当地减损自己的利益 反而既有利于人 也有利于己 益 特别强调时机的重要性 损己利人也是如此 孔子说 君子周疾不计赋 应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少做锦上添花的事 其困 有道相随 虽苦游乐 益卦团词说 贤已悦 困而不失其所想 其为君子呼 有言不信 上口乃穷也 在困难的时候 只有君子依然保持快乐 而且对于君子来说 虽处困境也能横通 孔子称赞盈回 住在一个破巷子里面吃一点白米饭 喝一点白开水 别人都受不了这样清贫的生活 但言回不改其乐 为什么 所乐不在穷通而在道也 另一方面 在困难的时候再怎么说也没人相信 只有付诸于行动才能改变困境 八 井 以德养人 无所穷尽 井挂挂词说 无丧无德 往来井井 炭词说 井养而不穷也 井之出水 赞于养人 来来往往的人打井水 皆有所挤 无所穷尽 异挂提示有德之君子 修身不仅为了自己好 而且还要以德养人 以自己的努力影响身边的小气候 小环境 九 迅 千和有礼 柔得其宜 蓄挂传说 训者入眼 训挂上下都是风 风无孔不入 风之入不平 蛮霸之力 而以柔顺之德 有人问子贡 孔子没到一个国家 必然听闻这个国家的正事 是孔子打听得到的 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 子贡回答 夫子温良公简让已得知 温良公简让是对训德的极好表述 千和有礼 必得其宜 政治上轨道可以发挥财干 政治不上轨道也可以避免灾祸 九挂之德告诉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之道 中庸说 大德者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 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 有大德行的人 安其位 乐其路 无所名 无所寿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